生命纪事义 作者 盖恩夫人 白寿恩义 第一章 一章三十节 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 必为你们征战 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 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 一章三十一节 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 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 抚养你们 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 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 神是这人的导师 只要这人走在被动道路上 让神在前面行 自己跟着神而行 在这个凌晨中 神必与这人所有仇敌征战 为他开路 但我们正在或已经走过信心旷野的人 岂非看见神像个父亲一样 把小孩子抱在怀中吗 这清晰表述了 当人盲目地把自己弃绝到神手里时 神是如何以他的爱 领人走过必须经过的那些 如此黑暗痛苦的路径 从而达到他自己那里 被接入他自己里面 这也说出了 神如何针对人不同的弃绝程度 施予保护和帮助 当人刚刚重生时 神只开始从远处护照他 借着人作为媒介 借着指导的媒介 来循序渐进地引导人 直到人达到出埃及的程度 当人弃绝自己给神的程度更高时 神就亲自来当人的引导者 当人进入旷野 神就在他的云中 在人前面行 但当弃绝达到非常盲目 和极为完全的地步时 神就亲自把这么亲爱的子民抱在怀中 令他们以最快的安全速度 进入那真正的应许之地 也就是母城神荣行 另外一点 人有更多确据和兆头的时候 很自然信心和弃绝就更少 相反 信心和弃绝越大 确据和兆头必然更少 因此 当人的弃绝程度上微弱 和有瑕疵的时候 神不为人做许多事 因为他们在神以外 能找到足够多的的扶持 但随着他们更多盲目跟随神 越来越少依赖受造物 而单单信赖神的时候 神就使他们更多走在未知的道路上 以比以往厉害得多的方式 试炼他们的信心 同时又以比从前更奇妙的方式 呵护他们 总之 当他们觉得自己很迷失 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中看 不到任何希望之光的时候 可以说什么都完了 死路一条 即使在这样的时候 神仍在用他的绑臂抱着拖着他们 安全快速地带 他们进入他自己里面 神喜悦他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仍指望神 毫无成功迹象的时候 仍信任神 第四章 四章七节 哪一大国的人 有神与他们相近 向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 与我们相近呢 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 与神如此相近 这是其他道路肯定不具有的 因为神比人自己 还更实实在在地住在人里面 所以人不需要做别的 只需照着各自的灵命程度 怀着爱慕和信心 用一个简单的注视 或者说留意 就可以让神听见自己 四章十二节 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 你们只听见声音 却没有看见形象 我们的确可以听到神说话 是他的话 甚至他的声音 但我们无法看见任何形状 或形象代表他 因为凡有形状的 都不可能是神 这就是为什么 在亮光和异象的路上 有这么多错误 这也表明 去除所有形状和形象的必要性 无论是感官可感知的 还是智力能意识到的 这样才能达到纯粹的末观 和亲密的联合 人的灵可感知或意识得到的任何东西 都不足以把人带进神里面 因为神无限高于所有这些 四章十五节 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 因为耶和华在河列山 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 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 四章十六节 唯恐你们败坏自己 雕刻偶像 彭扶什么男像 女像 有一个真意象 就有为数众多的假意象 人的心思 给自己勾勒出许多事物 想象力构造出 与以前看过的影像 类似的影像 因此 在信心的道路中 这些不再提起 因为已经除去了 所有可感知的事物 好让人更纯洁 而且也因为这些 可感知事物会愉悦人 拦阻人进步 让人总是停留在 可感知明显的事物中 这与信心是敌对的 四章二十四节 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乃是烈火 是祭邪的神 神乃是烈火 把人里面的自我为中心 都烧成灰烬 不留遗物 当他进入一颗心 他必毁坏 吞噬和湮灭 这颗心里 他以外的一切 他也是极度的神 人若真知道 神的极度是什么 神是如何排斥 任何别人 与他同住一颗心里 就要被吓坏了 他要在凡事上 都成为绝对的主人 并且摧毁拦阻 他独自为王的一切障碍 他无法与任何事 和谐共存 无论是美德或圣洁 都不能伴他左右 他是极度的神 在万事上都是如此 他是所有被爱者里面 最配的爱的 最忠心的 他也是所有爱侣当中 最极度 最热烈的 因此 他同时也称 自己是烈火 把一切与他敌对的 烧成灰烬 四章二十八节 在那里 你们必侍奉人手 所造的神 就是用牧师造成 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吃 不能闻的神 摩西对百姓宣称 他们如果不让自己 被这烈火吞噬 而是愿意靠各种扶持 和人物而活 他们必侍奉人手 所造的神 也就是说 他们必受制于 积极活跃生活的劳苦 以获得良善 和圣洁事物 四章二十九节 但你们在那里 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 你尽心尽性 寻求祂的时候 就必寻见 然而 摩西告诉百姓 他们在这些行动当中 必寻求神 但是 他们要在心里寻求祂 心里才是神愿意 被寻见的地方 可这只会发生在 这凌晨伴随的 一切十字架 和苦难当中 但是 十字架比所有甘甜 都更甘甜 我们必须在心中 全心寻求神 这样才能找到新的神 四章三十二节 你且考察 在你以前的世代 自神造人 在世以来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 曾有和民听见 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 向你听见 还能存活呢 这样的大事 何曾有 何曾听见呢 圣经告诉我们 除了内力生命道路 除了弃绝自己的子民 无人听过神的声音 这声音就是道 他在火中说话 因为他出自 纯爱的火炉 只有这种人 可以听见 这圣火中 形成的话语 这圣火焚烧人心的同时 把神的真理 指教给他 四章三十五节 这是显给你看 要使你知道 唯有耶和华他是神 除他以外 再无别神 听见神声音 还能存活的人 是谁呢 他们是那些 奥秘的死去医 又像神复活了 不再会死的人 如此一来 他们听见神的话 就不会死了 神的话语 曾叫他们死 如今却赐他们生命 所有这些 灵命力竟发生了 好让人知道 唯有他是神 除他以外 没有真实的生命 第五章 五章两节 耶和华 我们的神在 和列山 与我们立约 五章三节 这约不是 与我们列祖立的 乃是与我们 今日在这里 存活之人立的 神与摩西 和以色列民 所立的这约 不是与他们列祖立的 这显明 神全能的 广大和丰富 因为神 虽然赐给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 极大的恩惠 使他们达到 如此高的 完全程度 他们也给出了 信心和爱心的 真实表迹 然而 他们尚未得到 如此坚力的约 这正是我神的 宏大之处 他不过分 抬举某些个人 却把自己 向更多别的人 启示出来 他不量着人的功德 而赐予如此特殊的 恩典 因为谁比这些 可敬献的列祖 更圣洁呢 这些以色列百姓 岂不是差很远吗 哦 这是要更突出 显明神的权能 他总是乐意 把更大 甚至更多的恩典 留给罪人们 胜过给那些 一直为人公义的 伟大圣徒 五章四节 耶和华在山上 从火中 面对面 与你们说话 五章五节 正如当初摩西 从河里被捞上来 后来成为人数 如此众多之民的领袖 同样 神也经常 就拔一些人 脱离罪的深渊 立他们为 明显的属灵领袖 神赐这样 特殊的恩典 以及与摩西 而非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 立如此亲近的约 还有一个原因 这些列祖和先祖 只蒙照成为 属灵的一代人 没有蒙照 担当牧人的职份 因此 他们不需要 有如此亲密的蒙约 因为他们 不需要对内在道路 有如此宽广的经历 要知道 有三类人 第一类人 神赐给他们许多儿女 大儿女都离他们甚远 还在他们种子的 胚芽里 正如基督徒们 曾蕴含在 殉道者们的鲜血里 这些人由神亲自成全 神只命定他们 尽可能远远地生产儿女 神因着他自己的良善 赐给他们许许多多儿女 尽管他们对儿女们 知之甚少 第二类人 他们虽然不在 耶稣基督里生产儿女 但仍继续从事 传道者的执事 并帮助神 放在他们身边的信徒 神也赐给他们 所需的亮光和知识 并指教他们 该说什么 第三类人 神命定他们生育儿女 抚养儿女长大 在各方面引导儿女 直到扶持他们 达到他们 能达到的最高灵程 神为此 使他们成为普世的使徒 生育 施洗 用问答法教授真理 按照个人需要供应奶 并还有药 这些人还像摩西一样 引导人走过信心的旷野 甚至答于神 神必赐给这些 伟大圣徒双重的恩典 并且不看他们的缺点过失 神使他们进入 对凡事的一种真实经历 好让他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不是只凭亮光 而是甚至能够凭着真实经历 怀揣着他们 怀揣着一个人 指的就是 已经经历了这人遭遇的一切 因此摩西对神说 这百姓岂是我生下来的呢 你竟要我把他们一直报道 于是神与这些人立了前所未有 极为特殊和亲密的约 因为神命定他们生产和养育 并抱着儿女直到成熟 待人脱离埃及 或者说脱离复杂 就是完成了生产 教养指的就是引导他们 走在信心的旷野中 成熟指的就是 引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及他们的归宿 所以 神使这些人 与他有更亲密的联合 向他们显明他自己 也就是说 使他自己与他们联合 面对面 使他们与他联合 本质对本质 同时把他们置于真理之中 他自己就是真理 好让他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不会受期 虽然神已经成就了这本质的联合 他仍继续让为父为牧人者 经过他引导别人走的路 毫不吝惜他们 好让他们由经历而来的亮光 不给他们带来任何怀疑或犹豫 因为无论一个人有多明晦 即使他满 有从神来的亮光 如果他尚未亲身经历过 就绝不可能真明白 原因在于 指导者容易被背诵来的东西所欺 舌头就无法充分表述出 别人所经历的 而且 别人的经历 无法让指导者充分理解 或了解实际情况 因为人与人不同 神从不允许一个人 让别人了解他的全部真我 人对自己就更不了解 尤其在奥秘灵命历境中 一个人的内在是很大程度上被隐藏的 自己也说不清楚的 一个人若有与另一个人类似的恶 或者不幸 他理解这个不幸的本质 就会比一个没有类似经历 只能披露之的人要透彻得多 从经历来的亮光与从眼见得来的亮光 有很大不同 那些遭受了同样不幸的人 更有能力给出预防建议和补救方案 而且 他们通过所听到关于别人的事 比没经历过的人 更能知道其开始 进程和结尾 而且 他们现在的情形 也适合作为攻断人和引路人 攻断人的作用 就是清晰判断神的旨意是什么 引路人的作用 就是引导人达于终点 五章二十四节 说 看哪 耶和华 我们神将他的荣光 和他的大能 显给我们看 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 今日 我们得见 神与人说话 人还存活 当人还处于被动亮光道路阶段的时候 神把他的荣耀显现给他们 他甚至与他们说话 他们从点亮他们的内在火焰中 得听见神的声音 但这一切都会保留他们的生命 他们虽看见并听见这些 却仍然活着 因为这些灵程不会要魂生命死 而是照着魂的度量大小 赐予的诸般恩典 然而 他们却以为 自己已经经过了所有内在灵程 他们在活泼的亮光中喜乐 极具幸福感 他们自以为 以前听说过的所有死己的灵程 都已经经历过了 或认为那些仅仅是妄想而已 他们甚至毫不费力地说 自己没有经历 以前听人说过的可怕旷野和极端试炼 就已经达到与神联合的地步了 哦 他们是大大的自欺了 保留生命的交通 和致死的交通之间 是大相径庭的呀 神的第一类话语 以及伴随而来的交通 是诸般恩典运行在魂的观能中 能维系意志中的爱火 这些交通也是连锁 维系意志中的爱火 导致生命加增 而非致命一击 但神的第二类话语 是在人的中心被听到 产生死亡 因这话语是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执他的路 这是神亲自要来 不再是借着他的诸般恩赐来 而是他自己来了 他来不是要进入魂的观能中 而是要借着本质联合进入中心 五章二十五节 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 我们何必冒死呢 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 就必死亡 爱达到非常显著地步的时候 大火急速燃烧 这魂会被这爱火吞噬而死 这不再是从前那使魂温暖 而不会把魂烧成灰烬的温火 而是已经火力倍增 必然吞噬一切 无何能逃避之 没有避难所 魂必然死 神既然说了这火是烈火 魂必被其烈焰消灭 这烈焰不仅融化魂 而且会让它死 灭绝它 使徒彼得清楚表达过这画面 那日 天壁大有响声废去 有形智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旗上的雾都要烧尽了 这火有必要预备人迎接勇士的开始 新生儿从一睁开眼 就开始看见并感受到金氏的白昼 不过他的生命需要足够长进 才能辨认金氏的光 因此当人生于恩典 从睁眼他就开始享受恩典之美 但直到他生命足够长进 才能辨认这恩典之光 这些都是金氏的日子 既不要求死 也不要求火吞噬 但为了进入永世的白昼 也就是神自己 火必须吞噬一切 要么是趁我们在世时 要么是在来世的严禁炼净程序中 这是真实的 无可置疑的 因为神若要赐给我们他自己 好让我们能进入他里面 就必须有个全然神圣的洁净程序 吸收并湮灭受造物里面的一切 包括不结成分 属己成分和狭窄 这些都拦阻人里面 纯粹属神的部分流入到神里面 保罗称之为生命吸收一切必死的 好让一切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恩典是个受造的白白恩赐 无论多么升华 都不至死己 但神自己是恩典的源头 永恒的白昼 荣耀的光 生命的源头和本质 他必然要治死我们的己 才能接纳我们进入他永恒的白昼 也就是他自己 五章三十一节 至于你 可以站在我这里 我要将一切诫命 律例 典章 传给你 你要教训他们 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 还有一种情况 下人听见神的声音 却不至于死 那就是人已经死了的情况 正如在天上 有福者将见到神 他们已经被复活 不会再死 神使他们像天使那样 为这缘故 摩西能对神说话 并听见神 传授诫命 律例 典章 一直很靠近神 因为他从属灵奥秘意义上 已经死而复活了 第六章 六章五节 你要尽心 尽性 尽力 爱耶和华 你的神 神吩咐我们 要全心爱他 意思就是 爱神自己 并且是在神里 爱神自己 除此以外 不容许任何 对自己或对外的爱 无论那爱 似乎多圣洁和高尚 只要我们不超乎 任何利益的爱神 无论利益指的是美德 救恩 还是永生 我们都肯定无法全心爱神 因为本可以更多爱他 一个人的爱里 若有寻求属己利益的成分 岂非仍需爱神 爱得更慷慨 爱得不寻求任何利益吗 所有人都明白 一个人若对你无所求 不求从你得任何好处 只显出很无私的善意 你就会更觉得被爱 那么 想得好处而爱神 就不是尽心爱神 虽然这人是打心眼里爱神 但他爱神的同时 也爱自己的利益 凡是既爱神 又爱自己浑生命 害怕失去浑生命 照顾他 爱看他以神的诸般恩赐为装饰 借自爱而富有美好德性 这样的人没有尽性爱神 因他在爱神的同时 仍希望照顾好自己的浑生命 他把本该权规神的爱 返还一部分给自己了 凡事有所保留 不为神失去一切的人 就不是尽力爱神 因他本可以更强烈的爱神 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完全弃绝给他 尽力意味着一种至高的爱 竭尽人的能力 切莫以为 用纯洁爱把自己今生 这短暂的生命和力量 奉献给神就足够了 我们还需要把永远的生命和力量 也奉献给神 完全爱神这诫命 全天下先有人遵守 然而 人若要进天上乐园 就必须完全遵守才可以 今生或来生 彻底练静魂生命 会产生完全爱神 而完全爱神 通常直到在天堂门口 才完全实现 今生完全爱神 一旦达到完满完成的地步 天上乐园的门 必向这人敞开 那时就没有什么 能拦阻这个如此纯洁爱神的人 永永远远地流入到神里面 神实实在在成了他的神 和他的一切 因为神已经成了他爱的一切 六章六节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神的话不再刻在石头上 石头太硬 太属物质 神的话必须刻在心上 只有心才能接收这功课 爱的语言是从爱本身学来的 是爱在教导爱 爱的神啊 唯有你自己能教我们学会纯洁的爱你 是你亲自在教导中心的人 学习你爱的纯洁律法 这律法完全排除了所有自爱 是自爱之人无法懂的 的确这是心的法则 只有心才能认识 这不是石头的律法 石头因其抗拒 无法承载一个能让人对神所有旨意如此柔顺 无论什么旨意都不计代价遵守的律法 因为心既然爱 就忘了所有自己的利益 只想着所爱的朋友 正是这律法把我们的心剥离了几 全然给了神 好让这心能单单安息在神里面 属地的爱在其法则中也明白 心是在所爱之处 而不是所跳之处 神已经把他自己赐给人 作为他爱人的见证 人也把他自己弃绝给神 向神证明自己爱神 等达到这个完美境界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能区分 神是我们的心 还是我们的心是神了 六章十五节 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女神 是祭邪的神 神难道为人的心发嫉妒吗 是的 他希望一个人的心完全属他 而非一半属他 嫉妒无法容忍外人作伴 即使是一个王也不行 神不愿有任何与他争夺这心的 即使是最美好事物也不行 正是这嫉妒让神剥夺这人 使他经历如此多的奇特的历境 好使这人脱去了所有天然的好和扶持 倒空一切 从而适合给纯洁爱神流出空间 只爱自己 美德 恩赐 和神的各种恩惠 这样是配不上神的 哦 难道神不配我们全心爱他吗 难道神不够大到完全占据人心 使我们不向他有任何保留的地步吗 我们用至高地爱爱他 为他保守我们的心 好让他住在我们中间 这本是合宜的 我们必须为神发嫉妒 从我们心中毫无怜悯地 除去企图与神争夺地位的东西 懂得神爱之人后的人有福了 无论一个人以为自己知道 并讲论某些事物多么美好奇妙 他若没有亲身经历 就绝不会真懂 只有当神用奥秘的交通 引一个人脱离自己 放入神里面 他才亲身经历 这才非常惊讶地开始发现 爱得真正公正无私 和完全慷慨人后 以前他一味 自己已经懂了很多年了 现在才发现 其实是刚刚开始懂 无论谁被置于真理之中 谁都会知道 并经历神的极度 从而学习 不让自己对一点点好 鞠躬自傲 假如他有丝毫的鞠躬或保留 这样的不忠 会招致多么可怕的管教啊 那些经历过神极度的人 可以述说奇想 足以让人站立 而且 神越渴望得到一颗心 就越对他发极度 新郎对心腹发极度 更甚于对他的使女发极度 当他要接纳一个人 上他的婚床时 他不容忍这人 在世上拥有任何东西 毫无怜悯地 从这人夺去一切 第七章 七章六节 因为你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民 耶和华你神 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 特做自己的子民 这纯爱和完全爱的语言 只被那些灵命尽身到赤裸信心 和清心爱神程度的人听到了 因此圣经说 这爱的子民 是圣洁的子民 归于神 这民圣洁是为了神 不是为了他们自己 因他们无法为自己 稀图一点点圣洁和美德 他们若见自己 把任何事物归功于自己 就会像见了魔鬼一样 觉得可不 圣洁呀 你只在神里面 且是为着神 看见这真理 会让那些被剥夺了 所有其他圣洁的圣徒 在天上只看见神的圣洁 这让他们永远喊出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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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这荣耀的住处 凡事都会在 纯洁清晰的真理中 因而万有都要成为 完全合一 这纯洁真理和完全合一 为是神自己 圣洁本身是由神构成的 那时人们再也不能 在神以外看见圣洁 蒙福之人 都已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 从神自己那里得到了圣洁 因而他们都要十分忠心地 把圣洁归给神 没有权利保留一点点 借着神儿子权归给神 使徒保罗这样说 再后末期到了 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与父神 因为基督必要做王 等神把一切仇敌 都放在他的脚下 万物既服了他 那食子也要自己服 那叫万物服他的 叫神在万物之上 为万物之主 一个已经被这纯爱点燃的人 若看见自己 披戴了某种圣洁 是为着自己 他被置于真理中时 就宁可下到地狱深处 以脱去这圣洁 因为他已经到了 无何比鞠躬自傲 更不能容忍的地步 所以他什么都可以接受 就是无法容忍 自己沾染一点点的鞠躬自傲 正因为如此 所以神看这民是圣洁的 因为他们不再鞠躬自傲 他们所有的圣洁 都是为着神 由此产生完全的爱 把一切都归功给神 不把任何事归功于人 但这是罕见的 圣经说 这爱的子民 是神从万民中拣选的 特做他的子民 是他所特爱的 七章七节 耶和华与你们联合 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 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七章八节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神与他亲爱的内在子民联合 并非因为他们伟大 或人数众多 相反 他们人数最少 也因着被剥夺和湮灭 而在人们眼中 看为最渺小 但神与他们联合 因为神爱他们 的确 这民如此渺小 外表看什么也不是 却是神所爱的 神无缘无故地爱他们 不看他们的德性微小 碌碌无为 他们爱神难道不该付出所有为代价吗 七章九节 所以你要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 祂是神 是信实的神 向爱祂守祂诫命的人 守约施慈爱 直到千代 圣经的表述是奇妙的 这子民为了纯洁爱神 放下了关于救恩 圣洁和其余事中 自己的一切利益 神为了向这子民显明 祂乐意看见 他们为纯洁爱神 而失去一切 就告诉他们 他们弃绝自己给神 这位神是大能和信实的 神有足够能力 就他们脱离灭亡 并阻止他们堕落 而且 神是信实的 他们既然毫无保留 把自己弃绝给神 只为了更多讨神喜悦 而冒着得罪神的诸多危险 神就不会许可他们受欺骗 这子民的爱不是混乱无序的 而是余格的 超越一切规则的 神对爱他的人 守信直到时间尽头 第八章 八章两节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 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 这四十年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恳守他的诫命不肯 这信心的旷野 是何等可怕 其路漫长 何等令人厌倦 摩西提醒百姓 这路结束时发生了什么 嘱咐他们不要忘记 好让他们对所在境遇安心 坚定 摩西希望百姓记得他们走过的路 以及他们漫长的受苦受试炼 是因为神希望检查他们的心 神仿佛在说 我想看看你们的心里 到底还留有什么东西 会拦阻 我住在你们心里 这些百姓经历的所有痛苦和落魄 都仅仅是为着倒空他们的心 好让神自己来充满 八章三节 他苦练你 忍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 不认识的吗 那赐给你吃 人在这旷野中 最大的痛苦之一 就是饥荒和饥饿 从前一直如此饱足 如今却如此空虚 若给他任何东西吃 即使是世上最苦的东西 他也会觉得甘甜 因自爱而导致的饥饿 是不可思议的 这饥饿毁坏人 吞吃人 以至于苦痛对他 都算是一种解脱了 因为苦痛起码 还能让他有感觉 从而是一种扶持和滋养 因而约伯说 遭受如此饥饿的人 把苦涩也当成甜 吃下从前觉得可怕的食物 来滋养自己 于是神让这些人 在信心的旷野中 遭受这饥荒 但同时神用玛纳喂养他们 玛纳是极为属灵的食物 人觉得玛纳丝毫 不能让自己满足 这玛纳是种不为人知 也看不见的维持 人因其纯洁 而无法分辨出它 然而 玛纳的维持拦阻人灭亡 因为在这样赤裸剥夺的境遇 若没有玛纳的维持力 人就会放弃一切 八章三节 使你知道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可以确知 只要信心的道路还在继续 人就不会知晓 这感觉不到的扶持 先祖们无论多么圣洁 尚不知道其存在 以至于能说出来 神不许可这是向人宣讲 因为如果这历尽可以让人们知道 他们就绝不会让自己失丧 也绝不会从自己里面出来 但他们若稍稍短暂认识它 神就用极大的挫折 取取他们对此的把握 好让他们不能再依靠它 但圣经说 神让人经过这些 如此可怕的赤裸剥夺阶段 为要让人知道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也就是那些恩赐和可感知恩典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所代表的神自己 要知道 这里没有简单地说成神的话 神的话可以理解为人们已知的 已经理解的关于神的一切 这里说的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是神的话和神自己在本质的合意中 没有任何交通的方法或媒介 神的话简单说来 指的是一种转达的话 是通过魂的官能为媒介所领受的 通过某些形象和样式表达出来 从而是清晰 可以让人理解的 但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是神亲自说出的本质的 直接的话 前者是在神之外接收到的神的话 后者是住在神自己里面的神的话 这话只能产生神 宗前所述 圣经并没有说从神口里已经出的一切话 因为从神口里已经出的一切话 是在神以外 是一个方法 一种受造的恩赐 此处圣经所说的是 现在时正在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表明唯有这直接的话语 才是神的话 这道永恒地总是时时地诞生 从他天父口中不住地出来 却又从不在神以外 正如天父总是这样说到他儿子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神从永恒就生他的道 而且神用他直接的话语 永永远远不住地生他 这直接的话语无法停止 这话语在这位神子中 其无限的中等同于出 神子乃是道的神 这直接的话语从神而出 以神为中 通过说话的父和作为话 从父而出的子之间爱的反射 产生圣灵 为始于神 为中于神的必是神 不可能是别的 神完全是从他自己产生这话 这话在任何方面都与神自己平等 这话语于无限的神 神用他的无限接收这话 正如他无限的源头 能给这话一样 因此 这位全然广大无限的神流出和流回 被接收入一位有同样珠般素质的神 这流出和流入的过程 产生一位有同样广大和无限性的神 这位道 神全然是神自己 道 神必然终止于神 因为他若止于神以外 就会被淹灭 因为他只给自己保留向他的道所交通 和所赐予的东西 以至于一切都归还到本质的合一里 神圣本质的合一里的三个位格 就是这样构成的 完全的神被全然接收到神里 又全然被归还到这同一位神 这生产的过程 就构成了神圣三一无法言喻的奥秘 神内在的差遣 并全然的交通 这就是父神 神从神自己接收全然的神 这就是子神 而灵神出自爱慕的关注神的交通 并关注对神接收 并归还一切 给这同一位神 所有这些都真正是同一个本质 没有别的可能 因为是同一位神交通他自己 接收他自己 归还他自己 并产生他自己 神借着人的湮灭 而赐下的直接交通 也是如此 人不再把神交通给他的一切 归于自己 事实上 神是把神自己交通给了他 因这人的湮灭 神给人的交通 也绝不再是通过媒介的 神接收他交通的返回 接收后 神把这交通返回给他自己 这交通如同当初出去的时候 一样纯净 这就产生了圣灵 由此产生这完全的爱 要知道 神是广大无限的 没有什么能限制他 他用自己的广大 充满所有空处 他没有边界或限制 也没有一个空处 不会被他用到的永恒诞生填满 否则就需要有个地方没有神 或者一个空处 使到神不存在的 这两种情况同样荒诞 因为那样 神就不会是无限的了 神必然要这样 在所有受造物中 产生他的道 然而 最遮蔽并拦阻人 看见这些神圣的产生过程 以至于在那些 已经被罪污染的理性的人中 神是出于必要而为之 并非出于喜悦而为之 这些人也丝毫没有察觉 这在他们里面产生的 永恒的奥秘 这奥秘只对那些义人显明 且是照着他们 倒空和死己的程度 虽然神圣三一存在于地狱 如同存在于天上 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 在地狱存在 也就是说 它存在于地狱 是出于它本质的必要性 而不是因为爱和喜悦 而乐意在那里 但神在此处所提到的人 神照他喜悦 在这些人里面 形成永恒的诞生 这些人毫无抵挡 这诞生的过程是和蔼可亲 可喜悦的 不过他们只从果效 以及神赐给他们的活泼 短暂的表显 而得知这诞生的存在 八章四节 这四十年 你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 虽然人经过了一些 如此奇特的境遇 他的衣服仍没有穿破 令人稀奇 这衣服预表的是 弃绝和神的引导 弃绝就起到衣服的作用 他越看自己不堪 神就越多毁灭他 他也越发把自己弃绝给神 别无他法 这弃绝一直是彻底的 没有穿破 虽然别的东西都灭霉了 衣服是天意的引导 因为一个人越弃绝自己 神越照顾他 只不过是用遮盖的方式照顾他 加重压在他身上 但无论如何 只要人继续留在信心的道路上 不出离其中 这些事就不会穿破 尽管他们会像我们寿命一样长久 因为他们引人进入道路 甚至会伴随人走到底 在这漫漫长路 他们既没有变破旧 也没变虚弱 摩西也对这名说 他们的脚也没有肿 因为他们虽然常跌倒 脚却没受伤 除非他们出离弃绝的状态 但只要他们保持弃绝 不因任何事重回吉里 不管他们在这可怕的旷野中 因极度赤裸而陷入多少软弱 也不管他们的感官 因失去神的扶持而变得虚弱 无意间犯了多少个错误 这些都不会伤脚 因为他们对神的感情 绝不会被这些所伤 他们对神的爱一直坚定 以不变地眷恋注目于神 不被发生在外面的任何事物打扰 八章五节 你当心理思想 耶和华你神管教你 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神用精力教导这些心爱的弃绝 给他的人 好像父亲教导儿子 等他们生命更长进时 他们会在心理思想这绝妙的功课 不是用灵的亮光领悟 而是用心的倾向 以及对精力的记忆来领悟 对精力的记忆如此鲜活地刻印在他们心中 使他们无可质疑 人在精力的过程中 可能的确因途中的艰辛和未知而不甚明了 可一旦到达目的地 他就无法质疑 而是承认他走过的这条路是真道路 因为这路虽然让他经过一些磐石 悬崖和千百个险境 因为黑暗总是笼罩这条道路 有时他走着走着都不知道会不会掉下悬崖 总是做好掉下去的准备 但这条路一直引导他走得笔直不绕弯 八章六节 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 敬畏他 这人被引导 没有抗拒地遵行神的旨意而行 他不得不用一种不可侵犯的忠诚顺从神 尽管可能要出某些代价 就是借着这样 把自己弃绝给神的旨意 超越一切个人利益 他被引导到路中 也就是神那里 八章七节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 那地有河流 有净水 有泉源 浩瀚江河和深渊 也永自这地的平原和山谷 这是美地 因为神就是本质的美善 这地有河流 净水和泉源 因为所有的源头 都是神自己 在神里就是在源头里 因他的丰富和他交通的冲力 神是河流的源头 同时他也是平静水流的源头 以及清新可悦 有用有益的全源的源头 圣经用这三种水 代表了所有永流的水 让我们明白 一个人借着倒空和失去所有美善 在这干涸荒芜芜的旷野 所有其他水源都干涸 从而达于神里面 于是发现 自己充满了所有这些永流的水 而且是在这些水流的源头 而且他充满了神自己的丰满 这人失去了所有恩赐和每样恩典 失去了行善的荣意 失去了每样操练而得的美德 后来回到了其源头 在万物的源头找到了一切 不是从交通的潺潺溪流中找到 而是从源头的丰满丰盛中找到一切 他为了神自己而失去了一切 如今神把他自己 连同他失去的一切都丰盛有余地又给了他 包括神的诸般恩典和神一切的伟大 神给他不是为了他 而是为了神 神是极其富足 拥有一切丰富 神里不仅有泉源 还有无底深渊和浩瀚江河 要向这人显明一些事 有深渊 这人消失在里面 永不再出来 这人既然被限制在深渊里 就与之何而为一 在这本质的联合中 从他永流出河流 溪流和泉源 照着个人的需要供应个人 但必要的条件是 一方面他已经达到了美帝神自己 他在神里活 也隐于神 仿佛隐于泉源 另一方面 他必须已经沉默 消失在神里面 在神里被磨成神的形象 这样神才能借着他流出江河 溪流和泉源 因为这些都永自神性的 无限广袤平原 以及神权能和壮丽的山地 八章八节 那地有小麦 大麦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橄榄树 由何密 此处圣经列举了这人 在神里所拥有的神性的一些 完美品质 都是在神里面的加美果实 人里的好无关紧要 但神里的好是加美可现的 神之外的爱心 无足轻重 有限而收缩 但神里的爱 就是神自己 总之 我们为神失去的一切好 都集中并蕴含在神自己里面 所有的美德也是如此 由这里所说的各种古物 果树 油和蜜所预表 八章九节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 享受每样事物的丰富 那地的石头是铁 山内可以挖铜 当人到达了本源后 不缺食物 一无所缺 因为凡物都是直接从神而来 所有美德都在神里面 是神自己 全都完美无缺 因此 他可以没有缺乏 也没有缺欠地享受这些 不仅如此 里面每样东西都是有用的 石头外表没用 但里面被赋予了最强壮有用的铁 所有金属和腹足都从山而出 这点之前已经有类似的比喻说过了 八章十节 你吃的饱足 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 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只有精力才能让我们明白这段话 因此摩西说 你吃的饱足 也就是说精力了 你就会充满神自己的丰满 这让人完全满足 然后你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 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八章十四节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这些灵程中 唯一的危险 在于人开始看自己充满了这么多富足 就把某些东西归功于自己 享受其中 甚至开始忘记从前的被掳和卑劣 这样做后果是可怕的 光这罪本身就足以导致天使从天坠落到地狱 光这罪就能让这人从神里出来 猛然坠入地狱 因此摩西想 灵命如此谨慎的子民 如果不忠地在集里看自己的高升 他们应当同时也看看 自己从前做罪奴的光景 想想 若不是神亲自用他绝对的全能来救拔他们 他们绝不可能从过去的光景里出来 八章十五节 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那里有火蛇 蝎子 干旱 无水之地 他曾为你使水 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 摩西也希望他们记住 他是如何独自引他们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那里有火蛇 因为鬼魔们满了火和暴怒 要毁灭旷野中的人们 他们走完这路 途中被各样罪和愤怒的敌人所围绕 若不是神 就拔他们 他们怎么可能出来呢 而且 这旷野极为干旱 除了神使磐石中流出的水 别无他水 大旷野中发现的这水 就是赤裸信心的坚硬和无感觉 这信心不允许人想着诸多危险 也不允许人觉悟这些危险的真相 他们如磐石一般坚定不移 这对他们是种保护 要知道 唯有神自己才能在那些 无可避免的危险中赐下这水 好维持他们的生存 因为只有神 不仅能救他们脱离危险 也能分赐给他们这有意的坚硬 好让他们既不被刺痛 也不会吓坏 八章十六节 又在旷野 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吗 那赐给你吃 在苦练你 试验你之后 叫你终究享福 这一切的确是这样发生的 而且是按同样的顺序 神用这些鬼魔 苦难 罪恶 以及那些毒兽所预表的众仇敌试炼这人 全过程当中 这人一直被剥夺了所有可感知的 明显的恩典 只剩下坚定和无感觉之水作为扶持 而坚定和无感觉在这人看来 却更像是一种神最后的谴责 和自己的顽固 不知悔改 神用这些试炼这人之后 又刺下马呢 对着人来说 这是种秘密隐藏的扶持 不是显而易见的 但神用玛拿来防止他全然灭亡 神还用圣餐来喂养他 尽管领圣餐 让他找不到一点安慰 但却维系他 相反 这人以为自己完全是在玷污圣餐 宁可被剥夺了圣餐 好让他在圣餐中感受到的赤裸和厌恶 能加剧他的痛苦 虽然他内在感官和官能是这样感受的 但圣餐仍继续是他极大的扶持 虽然圣餐对他是全然属灵 未知和隐藏的 这些试炼以后 神亲自来加重手在这人身上 让他受苦 何等可怕的苦难 超过一切言语所能表述 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 要追赶枯干的碎琢吗 哎 这真是难以言表 这轻飘飘的叶子经常想着做好 却想象不到是大能者神 自己希望他自慰 而这些自慰举动 只会给他带来无法形容的悲伤 这可怜的叶子最后必然弯腰 屈服 落地 最终被神亲自吞灭 之前的所有试炼和这个相比 都算不得什么 因为神之前是以一种不为所知 不为所感的方式维持这人 击退鬼魔们火烧的剑 罪的叮咬 并使这人非常坚定和不为所动 因此那些试炼仅仅是擦伤他而已 或者至多吓到他 却无法伤害他 但我说的这另一个试炼既不是出于大自然 也不是出于鬼魔 只能出自神自己 神无怜悯地使这石头弯折 好像一片叶子 轻浮他 最终灭绝并吞噬他 这纯粹是神的作为 蛇类可以用毒液使人致死 但唯有神有权能毁坏 吞噬并湮灭这魂在他广大的胸怀 并最终把这魂魔成他自己的形象 神的这作为是所有运作中最微妙和强大的 同时却是最不为人所感知的 因为这作为既不在人内在的感官里 也不在官能里 而是在魂中心最深处和魂的最高部分 唯有神能运行这样的作为 他通过让忠心受苦 剧烈地炼净忠心所有鞠躬自傲 自我忠心 以及与神相依之处 通过灭绝之 使之消失在神里面 是神自己在运作 只不过是他所有运作中最不为人感知的 然而也是最沉重的 但神用这种方式让这人受苦 亲自重压他之后 并毁灭吞噬他之后 最后安慰他 也就是说 只有在毁灭并吞噬他之后 最后神才会安慰他 意思就是 只有当人到了终点神自己之后 神才安慰他 当人达到神里面之后 就明白从前对自己显得严厉的公义 其实是一种极大的怜悯 八章十七节 恐怕你心里说 这货财是我力量 我能力得来的 八章十八节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货财的力量 是他给你的 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 所立的约 像今日一样 圣经无处不再表达 并肯定这观点 为了让人不把任何能力 归功于自己 神就大大毁坏人 好让人不能说 是自己做了这一切 是自己凭自己的力量 勤勉和悉心 才获得了这些巨大的财富 但你要记住 所有的力量都在于神 所有软弱都在于你自己 是神独自做了这大功 因此 这人绝不敢把任何事物 归功于自己 神把宝贝放在瓦器里 好让能力都归功于神自己 不归功于人 人既然只看见自己的 属土和卑劣 就无法在任何事上鞠躬 第九章 九章一节 以色列啊 你当听 你今日要过约旦河 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 得着广大坚固 高得顶天的诚意 九章三节 你今日当知道 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 如同烈火 要灭绝他们 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 这样你就要照 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 使他们速速灭亡 过约旦河预表人脱离自己 被接纳进入神里面 人必须经过众仇敌 神在前面过去 如同烈火 要吞灭敌人所有的力量 九章四节 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 从你面前 撵出以后 你心里不可说 耶和华将我领进来 得这地是因我的意 其实 耶和华将他们 从你面前赶出去 是因他们的恶 人顶得罪神的想法 就是 人开始以为 或想象神为 他行了这么多奇妙事 是因为他清洁和忠诚 其他人被夺去神迹 是因为他们的罪 耶 神并不是因为 顾念我们自以的义 才为我们施了 这么多怜悯 他的目的是 要消除我们的自义 但我们需要保持恒定 从神的能力 而不是从自己 看一切事 因为一切自义 都必须被消除 才能达到这地步 所以说 不是我们的义 让我们达到了这地步 而且神消除了 我们里面一切自义 这样我们才能 不以为靠自己的义 能引我们进入神里面 九章五节 你进去得他们的地 并不是因你的义 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 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 耶和华你的神 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又因耶和华 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岂是所应许的话 摩西反反复复强调 没有任何工作 正直 或自义 可以让人获得这么大的美福 因为假使有什么东西 可以做到的话 莫过于正直 可即使这也会消亡 而且 神自己是无法被任何美德 或任何媒介的方式 所拥有的 九章六节 你当知道 耶和华你 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 并不是因你的义 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 九章七节 你当纪念不忘 你在旷野 怎样惹耶和华 你神发怒 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 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 摩西又一次 尊尊嘱咐他们 不要忘记 自从神领他们 出了主动活跃灵程 他们时常犯罪 惹神发怒 本章接下来的部分 摩西对他们详细列出了 他们在漫长旷野路上 所犯的一切罪 神话语中 蕴含的智慧和深度啊 看见我们数不清的罪恶和不忠 的确应当使我们确知 并不是因为 我们有什么功劳美德 神才拣选我们 进入内力生命的灵程 拣选我们得想他爱的纯洁 因为他已经用他 最鲜活的光渗透了我们 用奥秘的光线使我们满足 我们却从未停止 对他悖逆和不知感恩 于是 神在使人与他联合之前 先这样做 神仙详细给人看见人 一切的不忠和过犯 这把人打倒 甚至投入深渊 最后第二十六节 摩西承认 全部荣耀都归神 是神出于极大的良善 向他百姓行事 因为百姓属于他 是他的产业 他已经用他的大能 和伸出来的榜币 救赎并引导了百姓 也就是说 因为神无缘无故地拣选了他们 借他们显明他的能力 智慧和爱 第十章 十章九节 所以立位人在他弟兄中 无分无业 耶和华是他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 你神所应许他的 要成为耶和华的产业 就要把自己放手交给他 被他引导 他的百姓 就是这样把自己弃绝给他的 但要神成为我们的产业 只有当人完全死己之后 才能发生 因此 这些全然死己的人 已经无分于可感知的各种恩典 以及别人拥有的那些可察觉的美善 神自己成了他们的份 他们的产业 正如伟大的奥秘主义者大卫王所经历的 当大卫真实地涌畅 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这也是历位家大祭司和死己之人 以特殊方式所已经经历的 十章十四节 看哪 天和天上的天 地和地上所有的 都属耶和华你的神 天指的是举生并与神联合的各个官能 天上的天预表神居住的中心 所以他说 这联合不仅是在各个官能中 这些都是神的 而且这联合也在中心里 也就是天上的天理 中心因着与神本质的联合 也属于神 由于人的灵被称为这个人的天 因此灵的最高部分 很合宜地被称为天上的天 看那表达出 这是一个已经达到的灵程 十章十七节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祂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智大的神 大有能力 大而可畏 不以貌取人 也不受贿赂 天上的天是属于神的 因此 万神之神也住在那里 如同住在他高耸的西安 是专留给他的 这很好地表达出 不光是神的诸般恩典 住在那里 人常误把神的诸般恩典 当作神自己 而且这位万神之神 赐诸般恩典 和神圣恩赐的神自己 也亲自住在天上的天 而且他还说 万主之主大有能力 大而可畏 他本是如此 但他把自己完整给人 既不看人 也不看恩赐 每一样属人的 天然的特质 都必须除灭 同样 这人所有的恩赐 也要被倒空清除 然后神才把这个 已变为无有的人 接近他自己里面 若非如此 这人绝不能被接近神里面 十章二十一节 他是你所赞美的 是你的神 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 是你亲眼所看见的 神亲自成了这人的赞美 他在这人里面赞美他自己 除此没有别的赞美 神在这人里面 行了那些大而可畏的事 最后成了这人的赞美 因为所有的称颂 都本当只归于他 这人亲眼看见这一切 神赐给他 对此完全地认知 第十一章 十一章十一节 你要进去得唯业的那地 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 你在那里撒种 用脚浇灌 像浇灌菜园一样 十一章十一节 你们要过去得唯业的那地 乃是有山 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十一章十二节 是耶和华 你神所眷顾的 从岁首到年中 耶和华你神的眼目 时常看顾那地 埃及地和应许之地的区别 真是奇妙 埃及地预表复杂情形 需要像菜园一样被灌溉 这浇灌指的就是扇形 没有扇形 这些地就不会产出任何东西 但应许之地却不是这样 有些人被举生如同高山 还有人肥沃多产 美好可悦 如同山谷 但两者都是完全被动的 无需费力去灌溉 他们只引天降的雨水 不是被地上的水源浇灌 而是被天上的雨水浇灌 神不住地眷顾这地 片刻不离 他的眼目从始至终 一直在看顾他 只惜自己一切劳作 一直敞开等候天上雨露的人 有福了 这样的人永不会绝了指望 因为神无时无刻 不再凭他旨意看顾这人 当这人休息的时候 神看顾他 神的工作 岂不是强过人的工作吗 弃绝 弃绝 让神来做 十一章十三节 你们若留意 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 爱耶和华 你们的神 尽心 尽兴 侍奉他 因为神恋慕我们 以至于嫉妒 所以神赐给我们的 所有恩典和诫命 都只会倾向于 使我们尽心尽兴 爱他自己 全心恋慕他 他所要的为爱而已 纯洁的爱啊 你何等稀少 神要劳心劳力 才能得到人的蠢爱 人要经历所有那些患难 和可怕的剥夺 才能产生对神的蠢爱 蠢爱啊 哪里可寻到你呢 只在神里面能寻到 不可能在人里面 除非只有神 自己住在人里面 蠢爱在神里 从神而出 又回到神里 神才是这爱的源头 中心和终点 在神以外 只有不解 第十二章 十二章八节 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 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 摩西的意思是 这些弃绝自己的亲爱圣徒 到了应许之地以后 就不再做从前 在信心旷野时所做的事了 也不再由自己天然的正直 结出果子 行善也不再有任何困难或限制 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 与神联合的境地 这是一种清洁天真的情形 他们行事都是公正 不再因为自己觉得公正 才去做 也不是出于自己的意 而是因为 他们这时做事 都是凭着神自己之意的感动 而且他们以一种完全的自由 来凭感动行事 虽然他们在应许之地做的事 比在信心旷野时更多 正如摩西在本章详细列举的 但他们是在与神合一和安息中做事 像神做事方式一样 因为他们是在神里做事 照着神爱的律法 那温柔的推动而行 其果效虽多 却完全与源头联合 满有平安 摩西从前告诉过他们 他们能进这地 不是因着他们的意 因为出于他们自身的意 不够纯洁 不足以使他们得以进入美地 令他们进美地的 乃是神自己的意 这意免于一切欺骗 因为一个已经被置于真理之中的人 判断失误 只照着神的判断 因此神眼中看为对的 他眼中也看为对 这就是他免于错误 活在完全自由之中的原因 尽管别人不这么想 十二章九节 因为你们还没有到 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 所给你的产业 他们尚未得到这自由和神的意 是因为他们尚未达于 神的安息和产业 等他们到达后 会发现没有什么能限制他们 做每件事都有一种美好的自由 和极大的纯洁 因为凡事都是在神里面做 十二章十节 但你们过了约旦河 得以住在耶和华 你们神使你们承受 为业之地 又使你们太平 不被四为的一切仇敌扰乱 安然居住 十二章十二节 你们和儿女 仆比 并住在你们城里 无分无业的立位人 都要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欢乐 在美帝 即使敌人四步 他们仍然大享平安 那时 他们将没有惧怕的安然居住 可以说是已经被置于一种恒定的光景 他们会有一种全然清洁天真的喜乐和自由 他们的喜乐是在神前 儿女和仆比都将有份于这清洁天真的喜乐 还有立位人这些最显出的人和领袖 与他们同住城里 也有份于这欢乐 他们将拥有的这欢乐要与你分享 因为他们只剩这欢乐 可以与你分享 大魏也经历过 并说 耶和华神啊 凡在你里面之人 都大大喜乐 十二章十七节 你的五谷 心酒 和油的十分之一 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或是你许愿献的 甘心献的 或是手中的举祭 都不可在你城里吃 十二章十八节 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 在耶和华 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 你和儿女 仆比 并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 都可以吃 也要因你手所办的 在耶和华 你神面前欢乐 城里有多少在人前不被许可的事 然而人在神前 却可以清洁地去做 保罗正是这样经历的 所以摩西说 所限的十分之一 都不可在你城里吃 这里的你意味着那些 仍以自己为中心的人 城指的是那些容易被冒犯的人 十分之一代表遵循律法 这些对律法的遵循 都联合在爱中 有多少是在那些软弱 魏蒙开启的人看来 似乎是有害的 会冒犯他们 然而事实上 这些事是在最纯洁的 遵行律法 但只有已经达到这凌晨 猛了神开启的人才明白 我们必须与软弱者同软弱 以免冒犯他们 所有事对保罗来说 都是可以行的 但不是所有事都有益处 对一个使徒来说 凡事都可行 但不是所有事 都对别人有启发 有造就 所限的这些十分之一 也需要欢乐地 在神所选择的地方吃 是神行做万事 是神赐律法给人 并救人脱离律法束缚 这喜乐应当是普遍性的 延伸到人较高的部分 由力为人所预表 也延伸到人较低的部分 由普比所预表 总之 我们必要被神的美物充满 在手所办的每件事上 得力更新 并以神所赐的一种 圣洁的自由来做事 免于半途而废 和苦闷恼怒 十二章二十节 耶和华你的神照 他所应许 扩张你境界的时候 你心里想要吃肉 说 我要吃肉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吃肉 神已经扩大 并大大 延伸了这人的魂 就把他置于一种 新的自由中 让他可以安全地吃以前 会致死的食物 在旷野时 百姓因着渴望肉 而被严厉惩罚 如今他们 被许可尽情吃肉 却不会遭遇不幸 相反 他们要欢乐地吃 在神前吃 圣经民数纪十一章三十四节 初次提到百姓贪肉 因此 他们受罚之地 称为贪欲之人的坟墓 但到了此处圣经 他们吃肉的方式大为不同 他们吃肉 是要行神的旨意 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感官 因此 他们欢乐地吃 所有的贪欲和恶念 已经从他们里面出去了 这些人不再想着治愈 而是清洁无辜地使用万物 是在神的名里 没有顾忌而行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 不吃的人 不可论断吃的人 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因为神已经把他列入 属他之人的行列 就是那些完全属他 在凡事上讨他喜悦的人 第十四章 十四章一节 你们是耶和华 你们神的孩子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 也不可将额上剔光 十四章两节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 神为圣洁的民 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 拣选你特做自己的子民 摩西吩咐百姓 要向小孩子 此乃这些清洁天真之人的特征 没有恶毒 同时 摩西禁止百姓用刀划身 因为小孩子不做这些事 而是照天意而活 接受临到自己的一切境遇 并不寻求什么 摩西给百姓这些吩咐 是因为百姓归神为圣洁的子民 摩西仿佛是说 你们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而圣洁 你们与那些造作的圣洁标志无关 你们是照神的意思而圣洁 你们要照他心意而圣洁 也就是成为小孩子 因为神宣告 这才是他最喜爱的样式 他从地上万民中 拣选你特做自己的子民 是为了让你成为孩子 第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十八节 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 也认你为他的子民 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 二十六章十九节 又抬举你超过万民之上 就是神所造为着他自己的称赞 美名和尊荣的万民 并照他所应许的 使你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民 神抬举这民 正如前面解释过的 号教他们在神永恒的日子里 特做他自己的子民 因此 神使他们比别人更杰出 超过神所造的万民 就是神所造 为着他自己的称赞 美名和尊荣的万民 所有其他良善圣洁的道路 都是为着神的颂赞而造的 人们在其中劳苦 为着神得荣耀 并且他们称颂神的圣名 但神的称颂 神的名 还有神的荣耀 都小于神自己 也并非神自己 因为都在神以外 但这些已经死己的人 想也不想称颂或荣耀 却恰恰就是神的圣民 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万事 为要借着他们的低微和不堪 向神致以完美的敬意 用他们的软弱 来敬拜神的力量 用失去他们自己的自义 来致敬神的公义 其他人竭尽所能用颂赞神 来归荣耀给他 而这民通过死己 而成为神的圣民 因为他们 所有出于己的圣洁都失去了 好让神的圣洁 能单单存在于他们里面 对不了解他们的人而言 他们并非圣洁 他们看自己并非圣洁 相反 他们认为自己满了罪 而且就是罪本身 他们圣洁并非为着人的称赞 尊敬和美誉 也不是为着那些看起来 可圈可点的事 远远不是如此 因为他们拥有的份 只是落魄屈辱 藐视和困惑而已 第27章 27章9节 摩西和祭司立位人 小玉以色列众人说 以色列啊 要默默静听 你今日成为 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 尽管我们 靠着神恩典的生命 一直被圣别归他 但只有到我们 脱离自己的那刻 我们才真正成为 神的百姓 因为这人失去了 所有鞠躬自傲 自我忠心 今日预备好了 可以被接入神里面了 这人特做神的百姓 还因为他 既然已经脱离了自己 就不再抵挡神 因为人活在极力的程度 与抗拒神的程度 是成正底的 人越出离自己 就像神越柔顺 第28章 28章9节 你若谨守 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 他必照着 向你所起的事 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 他们不仅会因 暂时的属灵光景 而成神的子民 而且 如果他们遵行 神旨意 忠心走神的道路 神会为了他自己 使他们稳固地 拥有神的圣洁 28章12节 达到这灵城的人 28章15节 你若不听从 耶和华你神的话 不谨守遵行 他的一切 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 这以下的咒诅 都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28章19节 你出野兽咒诅 入野兽咒诅 然而 那退出如此美丽道路 因着可怕的不忠 出离神的人 从退回到极里的那一刻起 必受咒诅 他离开神 必受咒诅 这样的灾难 在某些方面 类似于路西服 28章20节 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 必在你手里 所办的一切事上 使咒诅 扰乱 责罚临到你 直到你被毁灭 速速地灭亡 28章21节 耶和华必使瘟疫 贴在你身上 直到他将你从 所进取得为业的地上灭绝 28章23节 你头上的天 要变为铜 脚下的地 要变为铁 28章25节 耶和华必使你 败在仇敌面前 你从一条路 去攻击他们 必从七条路逃跑 你必在天下万国中 抛来抛去 28章26节 你的尸首 必给空中的飞鸟 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 并无人轰赶 28章28节 耶和华必用癫狂 眼瞎 心惊攻击你 你必被所有可能发生的 灾祸压倒 仿佛坠入地狱 在那里 罪和鬼魔 要报复你 罪要像瘟疫 一样贴住你 所有其余的灾祸 也要接踵而至 于是 你会被交付 一切仇敌手中 你必要承受 罪的后果和刑罚 天对你必成为同 不再垂听你 于是你 极少能够再祷告 或对神回心转意 或灾 或灾 过去的恩典语录 被如今的灰尘取代 于是 这些人败在仇敌面前 仇敌用死罪杀死了他们 他们每况愈下 光景渐渐从糟糕 变成糟透了 原先的伤口变成死亡 因为随后又有眼瞎 顽固不化 以及心惊 也就是绝望 第二十九章 二十九章四节 但耶和华到今日 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 眼能看见 耳能听见 的确 尽管人行 在这道路上 却既无法知道这一切事 也不蒙开启 或理解这些事 只有等已经到达终点时 才明白 之前说过的 有关他们的一切是 他们人在途中的时候 无法理解 可一旦到达终点 就惊讶地发现 自己眼被打开了 心能领悟了 全都明白了 二十九章二十六节 去侍奉 对出了神的主宰 为要自行其事 自己做主 这些人喜欢自己的利益 过于喜欢弃绝自己 他们将会脱离安息之地 返回只关心自己的光景中 从此 他们就被神在愤怒中逐出去 打发到一个不再有安息的地方 第三十章 三十章两节 你和你的子孙 若尽兴尽兴 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照着我今日 一切所吩咐地 听从他的话 三十章三节 那时 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 就回你这被掳的子民 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 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 将你招聚回来 然而摩西断言 如果这些犯罪被弃的人 开始归向神 全心听从神 神就会救他们脱离捆居 这些人如果很难回转 那结果就不是神所愿的了 神全然是爱和怜悯 神不愿罪人死 而是愿意他回心转意 就得活 让我再说一次 他们难以回转 并不是出于神 神总是张开双臂 接收那些乐意归向他的人 奥古斯丁说 当我们投身于神的怀抱 切莫以为他会收回手臂 让我们跌倒 不是的 这样想是不敬钱的 因为神正是为了迎接罪人 回到他怀抱 才双臂张开 死在十字架上 难以回转 是人自己的问题 这人已经处于稳固阶段 很难改变 另外 因着与神亲密的联合 他已经很长时间 无法区分自己和神了 因此 无论如何 他既不能转离神 也无法归向神 虽然他的确已经堕落了 但长期养成的行为模式 现在已经很少能改 因此 这种堕落和悔改难度相当 换言之 在神里的稳固性 让这心急少会倾向于堕落 或倾向于悔改 这人脱离在神里的稳固性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 有了路西服那样的骄傲 致使他把神的全能归功于自己 自明得益于目前的光景 无意地关注自己 于是忘乎所以 把神在他里面做的工作 以及神借着他做的工作 归功于自己的力量 或美德操行 由于这些不忠的人 效法了恶天使的堕落 从如此杰出的恩典 和圣洁凌晨跌落下来 他们也效法了恶天使的顽固 于是让他们悔改就要难得多 因为他们犯罪之处 更多是不知感恩 更少是软弱无能 他们从神里出来的另一种方式 是借着重回己理 主动自愿地撤离神的统治 好重拾雇我 自己做主 由此变回自我为中心了 看哪 这些人就是因犯这两类罪 而灾祸临头 一是因骄傲和虚荣自满 而心思偏离 二是意志地偏离 让人以自己为中心 不再让神做主 这就是他们后来 所犯一切其他罪的根由 显而易见 对他们而言 极难主动去这样做并迷失 因此罕有到了这凌晨的人跌落 也许就没有这种先例 但我们保持警醒就是了 免得发生这种情况 这些人堕落后 很难转向神的原因是 他们已经处于稳固状态 于是对于恶保持满足 正如他们过去坚定于善 这也是露西福不可能回心转意的原因 他们不再能回转向神 因为他们曾与神联合 因着这种联合 他们已经失去了转向神的习惯 这是不可能的原因是 这些人希望像从前那样 用积极主动的方式悔罪 引导他们的人也希望如此 但这既不可能 也没有用 灵性导师们啊 别用积极悔罪的方式折磨他们了 倒不如单单让他们 尽可能地看见他们自己的卑劣 任由他们痛饮神愤怒和烈怒的悲 教导他们一直顺服神的公义 假如神不肯原谅他们 他们就要满足于永远不被原谅 而不纠结于自己是否会被原谅 是否会被重新建立于恩典中 因着他们已经从这么高的灵程跌落 失去了这么多恩典 因此他们有必要除去一切自私自利 让自己一直暴露在神工义的严厉击打下 他们切勿试图回到跌落前那种较低的祈祷方式中 即使灵性导师们劝他们那样做 也不要听从 因为这样做就像让一个人重新进入母妇一样不可能 而且会妨碍他们进步 所以灵性导师们呢 请让他们保持他们的灵性程度 把他们无怜悯地弃绝与神的公义 不许可他们有哪怕一点点企图 想要脱离神的公义 可怕的悔改呀 还有人有勇气把自己弃绝给他 也还有灵性导师有勇气任这些人 接受神公义的打击 这就导致了跌落后灵命大大受损 因为没有用合适的救治方法 人们对那些软弱的人生气 对可怜的跌落的人绝望 但人若够忠心 够勇敢 让自己被神的公义焚烧吞噬 在很短时间内 他们就会被重建到一个 或许比跌落前更高的地步 正如神界先知应许的 我的怒气长意 请客之间向你掩面 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 这种悔改 对那些在被动道路上 很长进的信徒是合一的 原因在于 首先 变为无有 就可以马上进入超然 神的丰满 只交通给到空的人的空处 因而 以往一直处于 杰出超然灵程的 从高灵程跌落的人 若要恢复 想再得到最超然的交通 就必须留于无有的状态 如何才能做到这点 接受并爱自己的落魄屈辱 永远把自己 弃绝给神来处置 否则 若是指望重拾各种外在做法 自己的办法和努力 就会拦阻那举生他们 使他们恢复从前灵程 所需的最丰富恩典 正如进入一个空器皿 比进入一个 成有东西的器皿 更容易 因为后者盛装的内容 需要先被盗空或炼净 其次 一个人越放下自己的利益 为了神的权益 而牺牲自己 这样的人 越能迅速有效地被改变 因为神见到他可怜的受造者 宁可接受他公义的击打 也不保留任何属己利益 而是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 为着神的荣耀 没有什么比这更摸着神的心 一旦人真正处于这种情形 人就完全被恢复了 最不可能与这么勇敢的爱共存 这颗心中燃烧着如此纯洁的爱 以至于他接受有利于神权益的一切事 而且是全面接受神的旨意 公义和能力 这无疑是最快 最完全的转变方法 而且这人有能力做到 他看见这些是堕落前 灵城里才有的果子 他仍有这些拒绝己 做重大牺牲的能力和习惯 因而有必要这样引导他 教导他不光要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 唯有神才能对症下药 由此显出他的荣耀 而且不要去渴望得医治 要爱神的喜悦 过于喜爱自己的致命伤的医治 这就是转离神这大罪的最佳良药 没有什么比把自己完全交给神更可靠 更井然有序 读到这儿 读者可能会想 对跌落者来说 这种悔罪方式并不舒服 但它不是痛苦和悲伤 不能让灵魂受苦 但读者若有精力 就会承认 世上没有什么能与这痛苦比拟 这是纯粹的炼狱 甚至是地狱 照着神赐给他们的程度 这是无可言喻的折磨 神比任何人都更善于炼镜 一个复仇的神 惩罚起人来与人类施行公义的所有发明 是多么不同 这样一个人 宁可忍受所有可能的折磨 也要忠心且不受搅动地留在神公义的手下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而人所能发明的 让他悔罪苦行的各种方法 即使是最极端的 对他也是种安慰 如同茶点一样提神 但需要警醒 不要让这人做这些悔罪苦行的事 否则会使他离原来凌晨更远 拦阻他被恢复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站起来 从那里继续往前 而不是指望回到凌晨初阶站起来 或者因人半途而废了 就重走一遍整条路 另外 若把禁欲的担子加给这人 这反倒成了让他舒服的提神之物 不难理解 苦修和外在悔罪方式 使感官痛苦 但对灵是种慰藉 这些人的感官 很大程度上已死 一方面是因为所有苦修和禁欲 他们都经历过了 他们几乎对这些没有感觉了 另一方面是因为 他们的感官既然已经与灵分离 就不再有活力 以至于他们很少感觉到快乐和痛苦 他们的悔罪 不再能用感官来衡量 而是要用与他们过失相衬的 更厉害的惩罚 必须是对他们灵的惩罚 因为他们所有的罪是灵的罪 灵的痛苦必须是鲜活 深刻 并与过失相衬 因此只有神自己 才能加给人这样的痛苦 而无论对感官做什么 对灵来说都不过是 娱乐和扶持而已 使灵从其痛苦中转移出来 但当灵被神公义的重量压倒 找不到任何慰藉和扶持 被感官抛弃 从感官那里得不到一点安慰 爱 这才是一种可怕的折磨 只有经历过才能懂 这是一种能渗透骨髓的烈火 我敢说一千个跌落的人中 恐怕找不到三个人 愿意让自己被神公义的火全力吞噬 甚至在各种疾病或濒死过程中 而不或早或晚退回到自己里的 因为人渴望尽自己各种努力 确保救恩不失落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些人临死时 无需做得比平时更多 相反 临死时必须更勇敢地 把自己弃绝给神的公义 永恒地承受这公义的重量 这就是无私之爱的纯洁 是自爱所不知道的 却是纯爱所知道 尊重和拥抱的 一个足够乐意去死的人 会因而给神一种无法言喻的荣耀 而且不必经过任何炼狱 而且他在天上会被举升到最高的地步 相反 人若在临死时重回己里 就会让神失去一个极大的荣耀 自己也会失去很大的福祉 不是说他不得救 而是说他在来生 必然要为自己的怯懦付清代价 其后果比所能说出来的更严重 我希望无论谁将来读到这本书 都要格外留意这件事 三十章四节 你被赶散的人 就是在天涯的 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 三十章五节 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 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 使你可以得着 又必善待你 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 一个人若有福地进入我们之前提到的情形 无论他因跌落得又严重又长久 已经被神拒绝多久 远离神多久 像天涯那样遥远 也会被神再次召回 重新与神联合 神甚至会给他一种更丰富的祝福 以及比跌落前更丰盛的恩典 因为他用行动向神表明了他爱的纯洁 三十章六节 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 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 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 使你可以存活 神必亲自从这心里除掉一切 导致他堕落的根由 好让这人全心全意爱神 不再重拾故我 并且使这人能重新住在神里面 直到永远 生命比跌落前更丰盛 三十章九节 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 降福于你 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 神喜悦这个回转向他的人 并喜悦住在他里面 因为这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自爱 而且他的跌落反倒使他更远离 更恨恨己 更信靠神和爱神 三十章十一节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 不是你难行的 也不是离你远的 几乎所有人都误认为 这路既难行又遥远 也就是说很罕见 没几个人走 其实所有人都能走 因为只需有一颗顺服神的心就够了 工作的主要部分是依靠神的恩典 这对所有完全弃绝自己给神 忠心让自己被追索 毁坏和淹灭的人 来说是同样大有能力的 还有人愿意走这路的原因是自爱 自爱让人关注自己 重拾雇我 照顾自己 并惧怕弃绝自己给神 以为自我引导 强于盲目信托给神 三十章十二节 不是在天上 使你说 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 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几乎所有人都以这样的借口 不进入信心道路 这对我们来说太高深了 只适合那些属天的人 摩西很清楚 这会是最危险的试探 因为是以谦卑为幌子 所以摩西明确警告众人 因为所有远离 这尚好福分的人 都以为这样说是对的 我们配不上他 不敢奢望 否则就是自高了 然而我要说 这不是真谦卑 而是胆怯 假如这些人真的能不冒任何险 就得到别人拥有的优势 他们岂不大大敞开心扉 接受那些优势吗 他们不是逃避诸般恩典 也不是逃避从恩典而来的 诸般美德和冠冕 而是逃避过程中 必须忍受的各种痛苦和不确定 以及失去可感知的 璀璨的恩赐 他们害怕失去这些 另外 我们要知道 所有操练谦卑的人 都与谦卑相差甚远 谦卑导致死己 你越自以为降卑了自己 就越把自己当成了什么 以为自己有存在感 是个什么人物 因为要降卑自己 人就必然需要 先被抬升到某个地位 一个人要降卑自己 或者说要俯伏在地 必然是先站立着 或者站在某个高位的 但一个人若全身都趴下 都不能再降卑了 因为他已经是最低微的状态了 因此 这些人越以为 自己通过操练谦卑 而降卑了自己 这些操练虽一时颇有果效 但他们越发确知自己的高升 因为降低的程度 标志着高升的程度 而且他们内心隐隐地指望 因这降卑而得到灵性的高升 因而操练谦卑 作为一种德性 无法进入天 而是必须经过湮灭 才能配得上神 充满他自己 而且只充满他 另一些人则不然 我正是希望对他们说话 他们既无法屈辱自己 也无法降卑自己 因为他们已经放下了一切 深深的低微 使他们失去了降卑 自己的一切能力 假若他们想要降卑自己 就得先升到高处 并由此脱离他们现有光景灵程 他们很清楚 为了降卑自己 他们就需要把自己置于 比实际情况更高的地位 因此他们压根不想这样 也不明白别人怎么可能做到 的确 只有是道的神借着道成肉身 降卑了他自己 低于他本来的身份 因此圣经说他道空自己 但圣经从未说过 哪个人这样道空过自己 圣母玛利亚也没有 圣经借着玛利亚本人的口 说道他自己 是这样说的 神顾念他婢女的卑微 但圣经并没说玛利亚湮灭 道空了他自己 因为他本就是卑微无有 玛利亚一直是人中顶完全的 仅仅因为他最卑微无有 人无有的程度越深 其程度就越广 越广 人就变得越完全 这无有的程度越深 神所赐的交通也越丰富 因此玛利亚既然是人中最无有的 神的道就能成肉身在他里面 道成肉身的丰满程度 与这死己的深度是对应的 要知道空处越深 神就越多分赐他自己 由于神的良善是无限的 他总是赐极为丰富的丰满 以至于他的救恩极其丰富和无限 玛利亚不是神 否则他借着死己产生的空处 就能与道的丰满和取代相称了 但我们的确可以说 玛利亚被道取代是极为丰盛和丰富的 因为他的空处顶深顶广 玛利亚的空处和道成肉身的空处之间 差别在于尽管玛利亚作为一个受造者 是有限并受限制的 但他已经达到了有限无有的极致 而不是唯有神自己才能达到的无限无有 要明白这点需要留意 尽管空处和无有既不是有限的 也不是无限的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是 失去一切生命所是 无法因而拥有生命的各种属性 然而 失去生命而形成的空处和无有 却是可以用某种方式被测量的 我们的确可以说 有或多或少的死己 其程度取决于还有多少己和举生的可能 因此 虽然一个王子之死和一个奴仆之死都是失去性命 王子之死却比奴仆之死更为湮灭 因为失去的是更尊贵的生命 既然如此 我要说 玛利亚作为一个人 已经达到了人中最深的无有 而道神与父神平等 因而拥有父神一切伟大之处 凡父所有的 无不传输到儿子道神里面 但到神清尽父的无限和父的一切伟大 正如玛利亚清尽他作为一个人所有的无有 这使得道神看见玛利亚的空处与他的丰满相衬 于是带着他的一切伟大住进玛利亚里面 只有他能填满他的虚空无有 但他是以无限丰富的方式充满了玛利亚 人降卑自己并不是真正的谦卑 真谦卑是爱自己的无有 保守自己在无有状态之中 让神来照他喜悦而行一切事 并且相信神能做到 玛利亚若是拒绝成为神的母亲 并因此制造一些困难 使神道成肉身的过程有困难 这是否才是真谦卑呢 显然不是 这是一种微妙隐秘的骄傲 会引导他凭自己做些事 或者找理由不接受神想让他做的事 留恋谦卑不可能是真谦卑 因为与纯爱相反 纯爱吩咐人 无论如何都不为自己保留任何东西 要完全依靠神 凡事都只交托给神的主权 很多人在这点上犯错误 用自己的意志维持自己的谦卑 缺乏顺从和完全的否认己 他们冒犯神的爱 以为自己谦卑 但那不是谦卑 因为与爱相悖 若他们蒙光照 从而有分辨力 就会看明 人以为自己在降卑自己 实则抬高自己 以为在死己 实则给己续命 至终 人在操练谦卑的各种行动中 尝到并拥有了谦卑的好名声 真无有乃是不做什么 也不反对什么 让自己被神引导带领 相信神能借着自己做任何事 正如神可以用一根稻草 做任何事 相信这些事 把自己放手 交于这些事 而不仅仅抓住任何东西 这比人找理由 不敢做这些事更谦卑 让我们有勇气气绝自己 假若神不与我们同做一件事 他自会给我们公道 因为我们本就毫无价值 这就是他的荣耀 假如神借我们做大事 我们就要和玛利亚一道说 神在我们里面做了大事 因为他眷顾了我们的卑微 三十章十三节 也不是在海外 使你说 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 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三十章十四节 这话却离你甚近 就在你口中 在你心里 使你可以遵行 三十章十五节 看啊 我今日将生与福 死与祸 沉迷在你面前 三十章十六节 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 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诫命 三十章十九节 你要拣选生命 三十章二十节 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摩西又沉迷走这道路 是多么清盛 他说 这里我们很近 这话就在我们口中 在我们心里 他已将生死祸福 沉迷在我们面前 好让我们爱神 同时教导我们爱神的方法 是做出一个正直公平 有用有义的选择 这个选择 就是遵守神的话儿 这里的遵守意味着交托 自己的意志 与神的旨意完全吻合 要遵守并不是要做 或者动自己 而是要同意神所要做的 我们追随的是神 这样的遵守引导人 达到最高的完全 正如戈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的 但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因着持续这样追随神 人就变得与神一致 甚至不再能看出 自己是在追随神 也不再能强迫自己 保持与神连结 而是每天生活 一直保持着 与神旨意联合的状态 《生命纪》四章四节也说 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 你们神的人 今日全都存活 与神联合 就从神得活 正是这样的追随 交通给人这生命 正如神借着人的追随 在人里面做看似极难的是一样 第三十一章 三十一章六节 你们当壮胆 满有信靠 不要害怕 也不要畏惧看见敌人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必引导你 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圣经继续劝勉这些人 不要借故不走这条路 这路对神很容易 对依靠己力的人很难 当壮胆 满有信靠 这不是你要自己承担的事 而是神亲自做你的引导者 把自己单单弃绝给他 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一刻也不 弃绝有着何等益处啊 人一点也不需要自己照顾自己 或为之挂虑 把自己弃绝给神 神必亲自引导 可靠的引导 三十一章十七节 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 我也必离弃他们 掩面不顾他们 以致他们被吞灭 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 那日他们必说 这些祸患临到我们 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 我们中间吗 发生在人身上的所有祸患 只源自于神 没有与人同在 要么是因为人犯了当死的罪 而完全脱离了神 要么是因为人先前弃绝自己 但后来缺乏勇气 留在弃绝状态里 从而撤离了神 重拾故我 但只要我们坚持把自己弃绝给神 就无可惧怕 没有祸患可以攻击我们 三十一章二十三节 耶和华主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灵以色列人 敬我所启示 应许他们的地 我必与你同在 让自己无谓地被引导 走在一条多数人以为充满险境 也无法理解的道路上 如果这样做需要力量的话 那么引导别人走这路 就更需要力量 他们不光要维持一种特殊的攻击 忍受对自我毁灭的猪斑惧怕 而且还必须忍受神赐给他们 让他们带进这路 并引导走如此可谓旷野的人的 各种惧怕和抱怨 这旷野对悟性和理性来说 甚至对灵性上有辨识力的人来说 都是实实在在的各种损失 和无可避免的深渊 这些灵性导师们 很确信自己会毁灭 他们时常极其害怕毁了别人 对此充满忧据 但当应别人请求给出建议时 却只能劝人坚守那最赤裸信心 和盲目弃绝的参不透的路径 但从天上只收到这样的应答 向对受造物的一切确信思 向对同灵程的其他人的确信 和对自己的确信思 他们必须在神对他们难以理解之 吩咐地推动下 与家人同走这些可怕的旷野 并让家人与他们同行 神引导他们去他们不知道的地方 神从一种看似混乱的局面中 为他们开辟出一条最有把握的道路 同时 这条路也是人看来最不可思议的 因为弃绝之人的特点 就是不打算对信任神 和把自己牺牲给神一切的旨意 这两件事设限 他们只在乎 神应当行使他的各种权利 让他们经过他下定决心 要用来试验他们忠诚的诸般试炼 不止如此 这些灵性引导者们 还必须忍受 所信托给他们之人遭受的所有打击 这又是一件极难的事 通常的情况是 一个灵性引导者 若是走内里生命道路的 所有鬼魔和人 就会联合起来反对他 若从道德上找不出 可指摘他之处 就批评他的引导 让他对所引导之人的 一切软弱和罪恶负责 这实在不公 因为所有错误都是犯错者个人的事 如果神为了不违背人的自由意志 从而没有拦阻人犯错 经常会从人的跌倒中得到更多荣耀 因为人因犯错而谦卑了 或者因其他隐秘而公正的审判 而被降卑了 人怎么能希望引导者 担待被引导之人所有过失呢 犹大难道是在耶稣基督的直接 明显带领下被带坏了吗 彼得不是在使徒中居首吗 那为什么人觉得引导者 不为被引导者身上的软弱负责是错的呢 为什么人认为被引导者犯了错 就该责备这道路呢 成千上万这道路之外的人沉沦 人不说他们什么 可走内力生命道路的人犯一个错 或许只是表面上的错 每个人都议论这错 而且他们把个人短处 归咎于这道路或引导 所以引导者方需要很大的勇气 和极大的忠诚 才能不管这些诽谤 坚持引导这些人道路中 引导者需要确信 神是与他同在的 很多时候 引导者们见自己被大大逼迫 就失去了勇气 放弃一切 以为凡事都会毁在他们自己手里 甚至他们不忠道退回独处 与人隔绝的地步 我奉神的名 恳求他们绝不要这样做 这正中魔鬼下怀 他兴起逼迫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这样做会让神在他们身上 在受引导者身上 失去很大的荣耀 而且他们这样做对自己极为不公 因而招致许多人被毁 因为得不到达于路中所需的引导 魔鬼用这手段不知获了多少亿 他为此设了许多局 挑起许多争端 他甚至利用好人 引他们打着错谬借口和敬虔意图 声称他们反对这纯洁道路 以为逼迫神最亲爱的朋友们 反而是服侍神 但神反而用这十字架 把他的中途兼顾在他爱里 不过许多情况下 神也会惩罚逼迫者 最终开他们的眼 看见他的真理 使他们恢复常态 第三十二章 三十二章一节 诸天哪 侧耳 我要说话 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 三十二章两节 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 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 如细雨降在嫩草上 如甘霖降在菜书中 摩西向神唱了一首歌 还有人能唱这歌 因为只有在神里足够长进 才能表达其内涵 这是在羔羊面前 在天上唱的新歌 摩西在肉身的末了 神赐给摩西 让他预长将来在荣耀里 永远要唱的这歌 得到这歌的人有福了 心灵深处在某种程度上 理解这首来自神之歌的人 有福了 这个是灵魂里唱的 但不是灵魂自己唱的 因为灵魂只是不住地接收 并归还 放在它里面的声音和话语而已 虽然他把一切荣耀和尊荣 都归给他的神 但他仍承认 从他口所出的教训和言语 是美好 结果子的 因为出自神自己 如同从天而来的雨 如同露水一样结果子 使地多产 因此 从彻底死己之人口中 所出的言语都切中要害 从他们的丰饶中 结出累累果实 三十二章二至三节 如细雨降在嫩草上 如甘霖降在菜书中 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 这人达到了 以一种新方式宣告神明的境地 因他不再为自己而求告神 而是单单为了神的荣耀 他没有能力归任何事物给自己 因此 他的祈祷 是一种对神伟大之处的赞美 三十二章三节 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 三十二章四节 他是磐石 他的作为完全 他所行的无不公平 摩西感受到什么 在他里面 也看见了所信托 给他之人 里面有什么 就喊道 神的作为完全 仿佛他喜乐地说 人们为何不让自己被神引导呢 因为神一切作为都如此完全 若工作有瑕疵 仅仅是因为人插手其中了 摩西又说 神所行的无不公平 无可指摘 不过在属人的智慧看来 神的道路是鱼拙的 因为神的道路是建立在盲目弃绝的根基上 盲目弃绝就排除了所有理性和人的能力 但我们通过把自己信托给神 并失去所有属己的审慎 于是得到了所有可能的审慎 无论何时 我们看见自己无力保护财富 或者说面临极度危险 直到若凭自己保护 必定失去的时候 还有什么 比把自己的虚弱 无力托付给如此强大的庇护者 把自己的财富 信托给如此信实的朋友 更明达审慎呢 三十二章四节 是诚实无伪的神 又公义 又正直 这里提到 神是信实公正的神 是为了表明 他对那些把自己信托给他之人的判断 是正确的 关于信实 神从不会失信 他的应许总是真实的 他毫无不义 因此无法欺骗我们 这里还说 神又公义 又正直 关于公义 神总是把我们放弃 给他的东西还给我们 而且加添更多 关于正直 我们只需跟随他行事正直 因他毫无欺哄 三十二章五节 这乖僻弯曲的世代 向他行事斜辟 有着弊病 就不是他的儿女 三十二章六节 愚昧无知的民啊 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 摩西在灵的大喜乐中 刚让以色列人知道 把自己信托给神的益处 就又在预言的灵中 指责那些偏离神的人 将不再称为神的儿女 这些人不再弃绝自己 他们借着圣洁的弃绝 已经灵命相当长进 在最末了一些最厉害的试炼中 却重拾故我 摩西间断 不完整的话 表明他的灵在神里的高升 这些似乎缺乏条理的话 正是圣灵所管制 而出的话 圣灵借着这位伟大的先知 在说话 于是他责备那些 不肯把自己弃绝 给神之人的堕落和愚昧 他说 愚昧无知的民啊 你们这样报答什么 他仿佛在说 你们把一切 都统统交托给神 就这么难吗 你们为何只把一部分交给他 其余都紧紧握住 报答这个词 指的是 我们把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东西 都归还给神 显然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从神领受的 所以 本当都交还给他 方法就是 弃绝万事 财富 尊荣 生命 身体 灵魂 救恩 永生 诚意和圣洁 总之 构成我们里外的一切 我们不肯 岂不是丧失理智了吗 三十二章六节 他岂不是你的父 将你买来的吗 他是制造你 建立你的 神岂不是你的父吗 他对你 难道缺少温柔和爱吗 难道他不该拥有你 你和神之间 既然有这么多称谓 难道你不该属于他吗 他难道不该 把你视为他的财产吗 他既然有能力创造你 如果他愿意 他难道没有能力保存你 甚至把你再造一新吗 虽然你本当沉沦灭亡 但神难道没有拯救你吗 三十二章七节 你当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 问你的父亲 他必指示你 问你的长者 他必告诉你 追想历代之年 好让人们对神丰富 慷慨厚恩的经历 加增你对神的信任 问那些成功走过这些道路的 父辈和长者 虽然这些道路看起来只是可怕的旷野 似乎只会带来永远的毁灭 然而那些经过慢慢痛苦 灰暗长路 成功到达终点的人 会使你确知路的终点不是别的 正是神自己 路中唯有神而已 受造者幸福地消失在神自己里面 不要以为你是仅有的几个 走在这般可怕路上的人 许多人在你已先走过 同时还有许多人正伴随你走着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神要求他集中心的人 经过赤裸信心和慷慨之爱的诸般试炼 这些试炼大小 是按着他放在人里面弃绝的程度 即使几乎所有其他人都似乎走得不同 也不要惊讶 因为那些愿意凭自己行走 看得见自己去哪儿的人 尽管他们过程中也依靠良人 但他们的道路不同于那些 让自己被带到良人那里 盲目信托神之人的道路 稍稍从古圣的见证上得利 直到你可以借着神自己独自到神那里 无需借助任何别的扶持 三十二章八节 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 将世人分开 就照以色列人的树木 立定万民的疆界 三十二章九节 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 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神从起初就把亚当的儿女 与他自己的儿女分别开 亚当的儿女就是那些引导自己之人 他的儿女就是那些 他拣选做他子民和产业的人 弃绝之人是有福的 他们是神的产业 从神成为我们的唯一的产业起 我们也成为他的产业 而其余人仍在某种程度上是 亚当的后裔 正如亚当构成他们产业的主要部分 亚当和他儿女们所得的尽是劳苦 一切对他们都是有限的 有界限的 而神和他儿女所有的尽是安息 一切都满了自由 延伸和广袤 三十二章十节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 就环绕他 看顾他 保护他 如同保护眼中的铜人 但神是在哪里遇见这民呢 神如何知道他们属他呢 哦 是在旷野荒凉之地 完全与世隔绝 不再有一切美物 被夺去了一切扶持 在广袤荒芜孤独之地 这好比人天性和灵所处的可怕境地 人发现自己完全赤裸孤独 没有遗物陪伴 在这种情境下 神用很长时间引导人 并教导人明白 他极纯洁的旨意 神看顾他 如同保护眼中的铜人 这些话清楚表明了神的眷顾 话语十分合宜 无可加添 否则就会损其美 三十二章十一节 又如鹰角洞潮窝 在除鹰椅上两翅山斩 揭取除鹰 背在两翼之上 这句话字字引人入圣 如鹰角洞潮窝 在除鹰椅上两翅山斩 神鼓励他的孩子们 弃绝之人跟随他 弃绝自己 让自己被神引导 因此神如鹰在他们以上 两翅山斩 推动并鼓励他年幼的儿女 保护他们 维系他们 山斩指的就是神赐圣灵给他们 神首先在他们以上两翅山斩 保护他们不受这世代潮流 十字架和逼迫 以及魔鬼之剑和肉体的伤害 一切危险中 神庇护他们 遮盖他们在他翅膀的阴下 但还不止于此 神为了更保护他们的安全 还揭取他们 背在他两翼之上 你们太幸运了 在这至尊鹰背上 从高处俯瞰所有其他鸟 它们飞得不高 离地很近 容易因飞翔而疲累 而且总有被立冤 突就等猛禽猎取的危险 但你们是有福的除鹰 你们与天比邻 却无任何代价 你们安歇 然后飞翔 飞翔中也是满了安息 超越诸天 尽管你们是以大幅山斩的方式 快速前进 但你们却绝不疲累 因为你们的前进是一种完全的安息 而且你们越平静地安歇 在神这属天大鹰的两翼上 就前进越快 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快乐福分 但这只有借着把自己交托 弃绝给神才能完全体验到 三十二章十二节 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 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这人意料之外的幸福 从何而来呢 是神独自引导他 并无别的帮助 可怜的人啊 你们用自己的方法多番劳苦 以至于疲累 你们若知道 有人无需疲累 不自己挂虑 而是安歇 在神的绑壁 你们会为之着迷 哀叹已逝的光阴 那时虽然尽全力 却毫无进步 三十二章十三节 耶和华使他兼立于加美高地 得吃田间的土产 又使他从磐石中扎密 从尖石中稀有 被承载于神两亿之上的人 兼立于一片加美高地 这里不止山高 而且肥美 超过一切受造事物 包括地上的和天上的 超越纯粹智能 观能和美德 他超越这一切 安息于神自己 神亲自引导在他天意和爱的两亿之上 于是这人得吃田间的土产 但他不再从中得养分 而是从最精美的事物神 和神的旨意得养分 神的旨意是所有田地的出产 因为其他道路上 所费的一切劳苦 都只会达到对神旨意的认识 和实现神的旨意 但这人吃土产 却无需耕耘 因为他已经被改变 并建立于神的旨意 无法从中出来 除非有路西弗那样的不忠 他也从磐石扎密 磐石所出的密标志着 这人里面像石头一样 坚定、刚强、无感觉和不变等素质 这人对神的旨意坚定如磐石 而且还有磐石一样的刚强 一切剑或击打都对他没有影响 只会落在他脚前 刺不透他 而且他对一切属肉体 属人和属灵器的事物都无动于衷 总之像磐石一样不可移动 因此地狱的所有攻击都无法搅扰他 或使他改变情形 看看从磐石扎密是怎么回事吧 最后他从尖石中吸油 虽然他是如此坚固、刚强、不变 和对任何事无感觉 而且对神的旨意坚定不可移动 然而从这磐石流出油和属天膏油 虽然这件事没感觉到什么 但凡靠近他的人 他都能参透 并把这膏油有果效地分配到神所派 来给他的这些心灵中 三十二章十五节 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梯跳奔跑 便离弃造他的神 轻看就他的磐石 这整首歌穿插了不少打岔的事 喜乐中有间断 摩西描述了幸运之人进入旷野的赤裸 让自己被神承载到神那里 然后摩西又描述了那些被亮光和属灵 享受引导之人渐渐肥胖 前者只被神抱着带着 因为他们完全被剥夺赤裸 而后者表面看是被神宠爱的 最宝贵的 却离弃了神 只因为他们肥胖了 这是很明显 他们肥胖了 后来高举了自己 这是过亮光生活 以及被动亮光生活的人 会有的鞠躬自傲 魂因神所交通给他的某种丰满 而变得肥胖 于是魂就开始高举自己 以为自己比别人都更完全 因自满 他就安歇于自己的丰满 肥胖填满了魂的三个官能 悟性 意志和记忆眼中看不见有更好的 于是幻想自己已经到了路中 处于此境地的人 对自己的救恩满了把握 他们灵程中 美好之物 让他们几乎丝毫不怀疑这点 由此 两件事发生在他们身上 第一 他们把这么多恩典 都归功于自己的忠诚 以至于他们藐视别人 别人看起来缺陷更多 然而别人若是真被剥夺赤裸的人 实则灵命比他们更长进 可他们忘了 神是出于纯粹的良善才这么做 本没有他们任何功劳 第二 他们安歇于神的诸般恩赐 他们满了恩赐 为此觉得满足 于是忘了奔向神自己 并越过所有恩赐 得到神自己 于是他们负有神的恩赐 反应错用恩赐 以及对恩赐的眷恋和鞠躬 而导致他们离弃了神 这些人就这样活在亮光里 继续被神宠爱 甚至到生命尽头 神赐给他们千百个爱抚 因为恩赐和恩典 并非与鞠躬自傲不相容 但他们里面找不到神自己 神只把自己赐给 那在可怕旷野中 失去所有鞠躬自傲和扶持的人 三十二章十八节 你轻忽生你的磐石 忘记缠你的神 神对这些人满了爱和良善 却又无法忍耐 于是在爱里责备他们 你轻忽造你的神 为了过程 放弃了目标 止步于恩赐 离弃了赐恩赐者 躺握在旅途最愉悦的站点 而不是起来迈向本源 虽然神给这些软弱的人诸多恩典 神却是带着些许后悔 因他们的软弱 而这样做的 这样做会让他失去大荣耀和无限喜乐 假如这些人慷慕地蜡视所有这些富足 超越富足 奔向造他们的神 像百川入海一样 归回他们生命的本源 神本来是会得大荣耀和无限喜乐的 三十二章十九节 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 就厌恶他们 三十二章二十节 说 我要向他们掩面 看他们的结局如何 他们本是极乖体的族类 心中无诚实的儿女 神不愿失去这些鞠躬自傲的自立之人 就把他的猪斑恩赐留给他们 知道没这些 他们就会灭亡 然而 神还是被他们惹动了 于是抗议说 他们这样做 会让他们在今生绝不能达到终点 也就是享受神自己 而非享受他的恩赐 因此 神又说 我会向他们掩面 也就是说 他们会一直无法拥有他们最高的美福 我自己 因为他们喜爱价值甚微的事物 胜过喜爱我 这点后来又有陈述 三十二章二十一节 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 触动我的愤恨 以虚无的神 惹了我的怒气 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 触动他们的愤恨 以愚昧的国民 惹了他们的怒气 三十二章三十九节 你们如今要知道 我 唯有我是神 在我以外并无别神 我使人死 我使人活 我损伤 我也医治 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 这段话进一步教导我们 神是多么愿意 我们把自己弃绝给他 只给他 不依靠他以外的任何人事物 仿佛神在说 既然你知道 唯独我是神 在我以外并无别神 同样我也希望 只有我在你里面 在那里独行其事 谁有能力 做我才能做的事呢 除我以外 有别神吗 唯有我能使人 向他们自己死 没有任何人的劳苦 能够做到这点 唯有我能恢复他们的生命 致死他们之后 又复苏他们 使他们复活 是爱的神啊 请告诉我们 你用了哪些方法 来伤你极忠诚的家偶们 哎 这些方法 即使你告诉我们 也先为必朽之人类 所能理解 你说 你伤了他们 又医治他们 那些伤口多么深 你重重击打 同时隐藏你自己 只把你击打而成的伤和痛 留给人 这受伤的人 以为自己永不得医治了 他竭尽所能自慰 防御你的击打 即使这些击打是从你来的 他甚至也怀疑 当的确是你在击打他时 他就向你发怨言 仿佛这些击打 是从别人来的 他若知道 是你在击打他 他就会把最残忍的伤口 当作愉悦了 可是 你隐藏了你自己 你受伤的家偶大声哭泣 痛痛地哀哭 他以为是因为自己样子变丑 满身是伤 才导致你不再爱他 那些伤口的可不 致使他认为自己很坏 以为是自己的过失招来的 而且他想着 假如当初做好防卫 这只无敌的手 就不会让他变成现在的丑样子 安慰你自己吧 可怜的爱侣 安慰你自己吧 你并不知道 那杀害你的无辜者是谁 你若知道 就会觉得 被他亲手杀死 比被别人救活更幸福了 可是 这位和蔼可亲又残忍的他 做什么呢 他医治他亲自造成的所有伤 要知道 唯有他能医治他所拆来的疾病 于是 他医治了所爱的人 这过程伴随着许多愉悦 叫他只巴望 还能这样受伤 然后就能享受 被再次医治的快乐 神机打时隐藏他自己 但医治时显明他自己 好让人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知道是神伤了他 但却清楚知道 是神医治他 可是神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悉心关怀地 医治他呢 莫非他属于残忍的种类 因你医治他 只是为了下次伤他更甚 并全然杀死他 是的 家偶 这表面上如此令人愉悦的医治 会要了你的命 诶 这对你将是十分不同的一种痛苦 死亡的痛苦与伤口的痛大相径庭 而且致命一寄来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你 这可怜的人如此盲目 以为是自己把尖刀埋在胸口了 不是的 是未知者杀了你 他伤你只是为了医治你 同样 他杀你只是为了使你复活 然而 你复活后的生命 与前大为不同 从前的生命 不过是种连续的死亡 因为你活着 却终究会死 取而代之的是 你死 却会永远活一个永恒的新生命 你自卫可以想多久就多久 你的防卫 只会延长你要受的惩罚 因他亲口说 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 你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用 你想努力 可以努力 但你无法逃脱死亡 三十二章四十节 我向天举手说 我凭我的永生启示 这些话与前面说过的话相关 指出神杀死这人 仅仅是因为 他的生命 与神自己的生命相反 神举手 是启示 仿佛神说 我启示要这人死 因为他还活在他自己里面 有必要只有我活着 要想这样 我就必须杀死住在他里面 一切与我自己的生命相对的东西 完成这事以后 我就可以永远住在他里面了 三十二章四十二节 我要使我的剑淫血淫罪 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 我的刀要吃血的肉 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 神不满足于杀这魂 他在他死后还要追索他 灭绝他 好赶尽杀绝 不留残余 因此 神说 我要使我的剑引血引罪 他仿佛在说 我用剑射他 这些剑都会尽饮并充满血 还不止于此 我不止希望这人不再有血 也就是说 他里面不再有生命的源头 正如《立位记》十七章十一节所说 一切活物的魂就在血里 因此禁止以色列人吃血 挤生命的源头就是在血里 但神的剑后来会吞吃血的肉 就是由血形成被血滋养的肉 这段经文并没有说 神的刀会切这肉 而是说会吞吃这肉 预表湮灭 这肉是血的肉 这表述甚好 神没有说肉的血 而是说血的肉 表明他指的是 每样附属于己生命的食物 首先是肉体 因此血必须从肉体中抽走 以削弱肉体 这肉体的生命是罪的生命 当人信主后就脱去了罪的生命 但另有一个生命也必须灭亡 那就是属灵的生命 或者说魂的生命 由血所预表 魂里的生命来自血 虽然这是个灵和恩典的生命 然而他已经变得有些属肉体 并因着鞠躬自傲 而掺杂了肉体 但这肉体 不再是让血一直丰富居住的血库 而只是血的附属和残留而已 因此神用他的刀吞吃这肉体 好赶尽杀绝 不留残余 剑的确饮血饮醉 但他们并不全然吞吃 必须由刀来吞灭这血的肉 才能完成 但是什么样的血呢 是那些已经死了之人的血 如这段圣经所说 被杀之人的血 光死还不够 还需要被淹灭 而且贝鲁也必须被除灭 正如耶稣基督说的 他生上高天 掳掠了贝鲁的 这贝鲁指的是魂的某种收缩 会拦阻其扩张 只能通过淹灭 才能除去这种收缩性 这贝鲁来自我们仇敌的赤裸首领 我们仇敌的首领 就是鞠躬自傲 鞠躬自傲 已被死亡完全包除 但仍残余某种限制 致使魂贝鲁 因为这种限制 拦阻魂被延展 只有通过淹灭吞噬 才能实现魂的延展扩张 第三十三章 三十三章两节 他说 耶和华从西奶而来 从西尔向他们显现 从巴兰山发出光辉 从万万圣者中来临 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 神从山上而来 山就是他的宝座 他的宝座就是他自己 他从两面而来 从西奶 朱班恩典 亮光和爱之山 然而 他从西尔这个旷野起来 用他朱班恩典的一个新交通 从巴兰山显现 千万圣徒与他同来 就是那些已经死己的 有福之人的灵 这些有福的灵极为圣洁 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别的 只有从神来的内涵 因此他们总是与他同在 因为他们的圣洁紧来自他 这也标志着神的辉煌伟大 他从不知身进入一个魂 而总要带着无穷多恩赐和恩典 以及丰沛的属天恩惠 这些恩典 恩赐和恩惠 越看似不卓越 实则越卓越升华 越不在受造者本身的容量里 而是在神自己里 就越纯洁 伴随神出现在西奈山的 这千万个天使 极为亲密 并永远地与神联合 神右手握着烈火的律法 就是爱 必要吞噬并湮灭人里面 一切属人的东西 因为只要还有残余在 人就无法圣洁 正是这烈火的律法 造就了圣徒 人不经过这烈火的律法 就无法圣洁 这烈火的律法焚烧心灵 把一切自爱烧成灰 只留下蠢爱 三十三章三节 他疼爱百姓 众圣徒都在他手中 他们坐在他的脚下 领受他的言语 神爱他所有子民 也就是所有忠心的人 但只有圣徒才是在他手中 这些圣徒就是弃绝自己之人 让自己被神的旨意随意调动 他们在神手中 认神做他喜悦的事 这些坐在神脚下的人 是最亲近神 最柔顺的人 因着死己而成了神的脚盗 这些人乐意领受神的训导和真理 神乐意他们知晓他的奥秘 最像其余人隐藏的珠般奥秘 他们观看神旨意的计划 参透神超越万事之上的至高旨意 并赞赏神如何把至高旨意 透露给小孩子们 摩西用寥寥数语 很好概述了 末观和被动道路的开始 进展和无限果效 他说 神疼爱他的百姓 当神和人之间的爱 彼此加深时 这爱就是人变得圣洁 从人开始变得圣洁 人就开始被动 更慷慨地弃绝自己 把自己交于神手中 这两样成正比增加 一颗心越圣洁 就越弃绝 而他越弃绝 就越圣洁 因为圣洁 无法在神之外找到 众圣徒都在他手中这句话 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都在他手中 无一例外 由此我们也知道 我们越找理由 不享有圣洁的弃绝 就越远离圣洁 因为我们不希望 把自己交于神手中 而是想依靠自己 依然故我 相反 达于圣洁的最可靠途径 就是尽快投身于神的绑地 把自己无保留地 交给神的旨意 这才是所有圣洁的根基和法则 但摩西又说 所有到神脚前的人 会学习神的教训 这不正像玛利亚 和所有末观者的样式吗 他们在救主脚前 倾听他言语 所有在救主脚前 保持安息的人 都无误地学习他的教导 因为借着倾听神 他们就给了 神教导他们的机会 相反 那些不进入这安息的人 绝不会学到神的教训 因为他们总希望 在神面前说话 从不倾听神 他们不让神指教他们 而且 他们不住地激发 自己的无感和观能 整个人一直是躁动不安的 不给神使他们 与神联合的自由 神是全然安息的 因此人有必要保持安息 好与神联合 神的道都是话语 所以人有必要全然静默 以听见神说话 全神贯注地领受他 于是摩西想让我们明白 需要静默 安息并倾听 留地步给神的道 在我们魂中产生 33章7节 为犹大祝福说 求耶和华 辅听犹大的声音 引导他归于本族 他曾用手 为自己征战 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 犹大一直是预表 耶稣基督 因此给犹大支派的祝福 不同于给其余支派的祝福 这祝福是在犹大名里 也就是耶稣基督名里 以向神祈祷的方式给的 耶稣基督祈祷父神 把他和他的百姓 带入永远救恩之地 这地是借着耶稣基督 赐给蒙拣选之人的 他被立为这地的解放者和护卫者 33章9节 他论自己的父母说 我未曾看见 他也不承认弟兄 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 这是因立位人遵行你的话 谨守你的约 立位支派 一直是灵命长进之人的支派 蒙拣选引导别人 因此他们不照着肉体任任何人 甚至包括父亲 母亲 弟兄和孩童 他们被除去了一切属天然和属人的事物 以及所有铲除和鞠躬自傲 这些忠诚的带领者 不再有任何拦阻他们 遵行神旨意的思虑意念 所以说 他们遵行神的话 谨守神的约 这约就是弃绝 人用弃绝把自己全然交给神 一行他的旨意 神也与人立约 使人确知 如果人一直把自己弃绝给神来带领 他会亲自引导人 使人遵行他的旨意 这岂不是一个蒙约吗 人自愿把自己交给他的神 神承诺保护他 在万事上做他的担保 遵守神的约 就要保持倒空虚极的情形 第34章 34章十节 以后以色列中 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 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很难找到像摩西一样 灵命如此高深的人 适合引导别人 走到灵命长进最后阶段 圣经承认这点 几乎找不到 以如此完全的方式 进入神里面的人 也就是面对面的方式 这是因为人们 尤其那些有一定知识和名声的人 很难愿意让自己被倒空 而被倒空是奥秘之死 和湮灭的必要条件 唯有这样才能使人 进入神里面 本书结束